歡迎收看完放飯 我是曉倫 大家還記得前陣子 紅遍台灣各地的黃色小鴨嗎 回來了 即日起到4月5號 就在台北華山登場喔 這次華山有一個展覽叫 我把動物放大了霍夫曼的療癒動物園 所以親近的朋友們都可以來到台北華山喔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展場裡面看看有什麼吧 這次呢那個展覽有11件巨型作品 當然呢除了黃色小鴨以外 還有河馬啊大象啊粉紅精之類的 這些療癒動物 它每個遊樂設施上面都可以這樣互動 然後所有的小朋友都會在這邊跑啊跳啊 然後放鬆自己 在這邊呢可以近距離的接觸黃色小鴨喔 而且還可以在上面互動 看小朋友都在上面又跑又跳的 沒有錯的 有很多人有的 於是我認為 如果使用了一些人物的物品, 因為他們不是真實物物, 他們是有些人物品, 你也會有更容易的關係 這個展示有11個作品 我們已經在公共的工作 但我們都會比較低 reverse-ron size to bit and we all made them in Arab works like jumping castle style the children around here also adults they jump and they get physical so you get free this you know being free in this joy brain freeze you see arts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a really nice to do I think that's one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sometimes people 很多人都忘了在藝術中, 它是好玩, 它是真的好玩, 有很多玩和能力, 所以, 你自己探索, 你知不知道? 你良的好玩啊!